你敢相信吗 大树叶子也能做成美食 这是印度的一种知名零食 九转帕克雷 俗称大月豆叶子卷黄酱 它的做法也非常的讲究 素粉靠着这一门手艺 养活一家酒口人 口加一笔会变成什么字 答对三个以上我把手机吃了 两个好大 从家里提了一大盆配料 这是全家人前一天 饿好的大黄酱 这一大盆是个什么 你别问 问就是好吃的秘诀 大黄酱已到位 素粉开始他的show time 横河边 新鲜采摘的芋头叶子安排上 素粉开始娴熟的掏大酱 素粉是个非常讲究的人 掏大酱啥的一般都是用右手 这若有四屋的卫生观念 被狠狠拿捏了 涂抹大酱的步骤相当关键 必须要涂手完成 这样才能提升大酱的咸香口感 手指加盖也要紧紧的扣了 看看素粉这手艺 抹得真举云 这熟悉的纹路 又让我想起了在村里 抹水泥的日子 抹完一片后 素粉拿出第二片叶子 网上叠加 又是一大坨大黄酱 开始来回涂抹 一份九转 帕特雷需要涂满 四片大芋头叶子 全部涂抹好大黄酱后 将两边往里卷 形成一头完美的包边 紧接着将尾部 从下网上对折 随后又是一坨大黄酱 搞里头 这是为了确保帕特雷 每一转都能吃到饱满的大酱 最后从下网上将 大芋头叶子卷成棍棍就可以了 三两下的功夫 速分就卷了一大盆出来 卷王脂肪名不虚传啊 卷好的帕特雷 被移交到大儿子手中 一顿手起刀落 就变成了帕特雷片片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烹饪步骤了 下锅前的准备工作也很关键 需要用双手将片片凹个造型 该说不说 这造型绝必是从猫耳朵上来的灵感 扣好的片片被丢进破伤风油锅 经过横河蜜炼油的淬炼 美味字的一下就升级了 祖传的破伤风油锅 也是速分从祖祖辈辈上传承下来的 这也是他们家帕特雷 保持口味正宗的秘诀 待到帕特雷被榨至两面 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单看卖相就很麻烦了 刚出锅的帕特雷 被分装进精美包装袋里 再进行冲击蜜蜂 就可以对外销售了 这样一袋干净又卫生的帕特雷 只卖三百卤比 这满意好吃是好吃 就是有点上火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要去喝杯卤会汁顺顺顺了